詹小姐脖子一道長長的傷口 還沒癒合 她說上個月十九號下午 她下班騎車回家途中 被一道隱形的風針線 割到脖子 傷口長達十二公分 已經傷到真皮層 如果再深一點 恐怕就會有生命危險 不過好好的騎車 怎麼會被風針線割到呢 一對夫妻 那小孩大概年約五歲左右 他們是說就是風針的話 他們一開始放高的時候 就是風針線讓小朋友去拉 那小朋友就剛好一陣風拉不住 所以可能被吹到馬路上 當時民眾就在這個柵欄裡頭 十三期的重劃區裡面放風針 而這時詹小姐就騎在東興路 一段和京城南路的路口 被風針線割傷脖子 有時候十幾二十隻都有 有時候他們運動什麼 其實都有一堆人在裡面 基本上是還好 當然就風針來講 是就有它的風險存在 附近中庫說 這個重劃區沒開放 但每天都會有很多民眾 跨過柵欄進去運動 假日也會有很多家長 帶小朋友來放風針 地震局說重劃區沒有開放 讓民眾進入 未來會派員加強巡邏 如果有看到民眾擅闖 會先進行勸離 不過詹小姐騎車被風針線割到 她和對方談和解 和解經談不攏 因此未來不排除走司法途徑 華新聞林家宁 莊昀光 台中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更多的新聞